都说14PLUS是最不值得考虑的 说它是放大版的14 续航好一点的话就是60Hz换来的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体验半年多的14PLUS还美数码博主 今天就给你讲一讲它真实的体验 这些都是今天去市场补货拿回来的机器 拿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个14PLUS 188G 量级来货的话是3600 想要的话3799出 全新的话也就贵个300块钱 所以说没有不好的机器 只有不适合的机器 你说14PLUS卖个6999 你说它是个垃圾 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它现在只要差不多一半的价格 3799拥有满血的H5处理器 比67000的安卓旗舰真的是强太多了 6.7寸顶级的OMOLED屏幕 够大够清晰 虽然说没有了高刷 但是好处就是增强了它的一个续航能力 14PLUS它是续航时间最长的iPhone 没有之一 关键是这么便宜的原因是 QPE卡贴的一个发现 完美解锁 完美信号 用了大半年一个时间 基本上没有什么潮点 运存的话也升级到了一个67PE 跟14Pro系列是一样的了 小杨这半年以来销量最高的14系列 就是14PLUS 别人用真金白银支持的也不会骗人 最后小杨总结一下 除了没有高刷以外 基本上是没有缺点的完美iPhone 就是这台3799的14PLUS 谢谢大家